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就能让我用洗面奶洗脸的节目 也就只有这一个 就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的节目就都不让我上 这个样子 大家也看得出来 就为了准备这个节目 我还去烫了个头发 其实是这样 其实也不是故意烫的 就过程是这样的 前两天我就想去剪一个好看一点的头发 然后准备录节目嘛 然后我去了之后 那个理发师就问我 他说你打算怎么剪呀 我说我想把这两边留长一点 他说那你这个长度适合烫一下呀 我说我没有烫头这个打算 我就是单纯地想留个长发 我说你先给我剪吧 然后他咔咔咔咔 一顿操作就给我剪完了 剪完之后他就很自信地问我 就是剪得怎么样 我说你要不给我烫一下吧 因为当时我盯着镜子里 他给我剪完那个发型 我就在想赶紧给我烫一下 就不能再让第三个人看到这个发型了 就丑到什么程度 就是他如果不给我烫一下 我出不了那个门 就被封印住了你知道吧 而且就是 我跟我朋友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朋友还说过 他说哎呦何广志 看不出来你还有偶像包袱 我说你是没见那个发型有多丑 我那都不能叫偶像包袱 他就是个包袱 人类的包袱你知道吧 而且当时就是他 给我剪完之后 我除了烫 我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因为他已经给我剪完了你知道吧 就是我没有退路了 我的退路都被他剪断了 我就只能再赌一局 你如果长得比较好看的话 就你可能没有这种感受 就是像我们这种长得不好看的 就当我们被剪了一个很丑的发型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很憋屈的 因为当我们被剪了一个很丑的发型的时候 就我们是不太敢怪罪于理发师的 因为你知道你自己也有责任 所以说我剪头发 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局面 就是前面两分钟 我刚跟那个理发师就友好的沟通完 该怎么剪 然后他开始给我剪 结果剪着剪着 我们俩就都沉默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盯着镜子里我的头发 然后他盯着他的手艺 我们俩都没有说话 但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人脑海里都飘过同样一句话 就是 这也不能全赖他 其实这种感觉大家都明白 心里都明白 只是不说而已 假设说让一个长得很好看的人 假设说让李线剪个头发 不好看 那理发师全责对吧 就是李旦剪个头发不好看 李旦全责对吧 然后当时就是还有一个事情 还有一个事情特别有意思 就是当时我烫那个头发的时候 那个理发师问我 他说你一共有两种类型 你打算烫哪一种类型呢 第一种就是不需要怎么打理 然后也挺好看的 还有第二种就是需要你每天早晨起来都打理 但是打理完之后会特别的帅 就是如果他不问我的话 让我自己说 我肯定说你给我弄个不需要打理的吧 对吧 当然这么一问我 就以我这个小脚腻的这个小脾气 我肯定选那个需要打理但很帅的呀 因为我这个人我比较喜欢挑战生活嘛 我当时我想我要变好看 我要扼住生活的喉咙 结果现在局面大家也看得出来 就挑战失败了 就不仅没扼住生活的喉咙 还让生活薅住了头发 薅得死死的 就我现在烫完这个头发就有一点特别尴尬什么 就是我这个头发就需要打理才会好看 然后我不会打理头发 就如果我不打理的话 它就不好看 就如果我打理 还不如不打理 真的就是我没有骗你们 就是我烫完这个头发 我第一天出门的时候 我整整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打理我这个头发 结果我出门之后见到我朋友 我朋友见到我之后 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这头发烫完之后你得打理 我说我知道我今天没来得及 好 谢谢大家讲证多 谢谢你们 谢谢 我喜欢他的语速感觉 很清 很清楚 很清晰 其实说来说去就这么点事 就没啥内容 我现在回味了一下 感觉就是一句话能说明白的事 不是 其实是因为我的逻辑比较好 我技巧比较高 我把它故意的 就是我能让观众一句话听明白 这是一种技巧 技巧 是是是 把这个灯给我抠回来 但这确实是 确实是技巧 其实也就是没有文化 其实差不多 有一位很厉害的评书演员 叫王岳波老师 王岳波老师呢 他讲 聊斋讲得特别好 他有一次讲那个 英宁那个故事 讲得太好了 然后我一个朋友就很震惊 说这个聊斋故事怎么这么好 他讲了好几次 有几个小时 然后这个朋友回去翻开聊斋 发现 他讲那一段 其实就一句话 就是趁开了讲的 这个是评书的技巧 非常好 谢谢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我刚才就是因为我拍得有点早 前面的都拍得晚 就这次拍得早 后来他又说了两三个特别好的梗的时候 我就下意识地这样发现 就一个灯 所以你们下一季 下一季可以改一些技术征集一下 这放好几个灯 就我是四个灯是吧 对 就不足以表达我们的崇敬之情 非常好 那我就不得不问一下了 那你觉得是何广志优秀一些 还是杨丽优秀一些呢 呃 不他们俩都优秀 但是何广志讲到一个丑男的心声 给我采生了深深的共鸣 深深的共鸣 就一瞬间我入戏了 我觉得那个为了发型 痛苦不甘的人 何老师你也探过头啊 你也探过头啊 呃我没探过 但是就反正也做过很多补救措施 这是张雨琪老师根本理解不了的 所以他能给灯完全是敏锐的 艺术上的洞察力 而我呢 而我仅仅是采生了深深的共鸣 深深的共鸣 好那我们恭喜广志获得三灯 进入晋级区 大家好 我想先问一问咱们现场的女生朋友们 你们平时喜欢做美甲吗 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 我女朋友特别喜欢做美甲 而且她做完美甲那一天 整个人特别开心 手务足道 莫名其妙跟我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 你感觉她也不想赢 她只想出布 我一开始不太理解 人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 来修饰自己这么细微的一个部分 然后她就跟我解释 她说做美甲对于女生来说 是非常美妙的一个消费体验 因为一般的美甲店的环境都还不错 对吧 你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指甲油的颜色 你可以看见自己的手指慢慢地变好看 美甲师还会攥着你的手 说哦 你的手真好看 没有哪一个部分是会让女生不开心的 但是对于男生来说 我们不会太在意这种消费的体验 我们只在乎结果 你给我结果就行了 我甚至觉得有些消费场景 只针对男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 商圈一层的十元快剪 十元速剪 十块钱快速给你剪一个头发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一次 那一次就够了 说实话 十元快剪真的太快了 效率也太高了 你一进去没有理发师跟你说话了 我一进去那个老板看了我 朋友们 我上次用 跟别人打招呼还在高中的时候 像同桌把卷子给我看一眼 我就坐下来 一般在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提自己的需求 对吧 给我来个墨西干 但是在这种十元快剪 你没有这样的权利 是老板告诉你 你能剪什么样发型 因为他只会两种 光头和寸头 不然为什么快呢 一个男生突然要剪光头和寸头 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 我还在那考虑这件事情 老板的推刀已经开始推我后面的头发了 我说老板你稍微等一会儿 我还没有想好 他说没有关系 无论你选哪一种 我都要推你后面的头发 我说那你上面好歹给我留一点 他说行 寸头是吧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时候寸头就是最好的选择 然后他就火力全开了 拿推刀直接上 我感觉自己就错过了一通震动的微阶来电 他就剪完了 非常的快 非常的迅速 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我在进到这家理发店的时候 我发现它跟一般的理发店不太一样 它没有洗头的那种水池 它连喷壶都没有 这家店没有一滴水 我在想他怎么清理我的这些碎发 这个时候老板从天花板上拽了根管子下来 再把开关打开 那是个吸尘器 不会美 有谁要在天花板上掉一个吸尘器 你们有被用吸尘器吸过自己的头吗 你们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你会觉得我脏了 我好想逃 但我逃不掉 声浪非常的大 我整个人被笼罩着 我被吸完之后 我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 我在想 十块钱也是钱 我怎么说也是个消费者 我还是个小明星 为什么要遭受这一切 这个时候老板俯下身来 我以为他要安慰我 老板拍了拍我 让我把钱付了 我付完钱出去 我女朋友在对面一家美甲店做美甲 她还没有开始 真的好玩 我就剪完头发出来了 她也很诧异 很快吗 什么感觉 我说便宜 但没有尊严 所以我现在 我再去到一般的理发店 那种剪个头发 七八十块钱 上百块钱理发店 我没有觉得特别的贵 我觉得 我也太开心了 这帮朋友也太耐心了 对吧 你还没有进到门店里面 他们已经开始跟你打招呼了 先生 一位是吗 一位是吗 好的 娜娜一位冲水 娜娜就在那 我都看见娜娜了 但有这个东西 显得特别专业 我觉得全中国 最像特工的一帮朋友 就埋伏在各个城市的 理发店里面 娜娜温柔地 给我洗完头之后 她会给我引到座位上 还会提示我 注意脚下的台阶 我坐到座位上 娜娜给我一个iPad 里面有个发型裤 几千种发型 任你挑选 光寸头的寸法 都一百多种 选定之后 托尼老师还会来 跟你确认一下 先生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OK 然后她会用梳子 梳我的发露 朋友们 她超温柔 作为一个男生 很少有这样的体验 她简易到她 输十字 然后捋那么一小撮 在自己的指缝当中 微微地剪出一些 再把我的头摆正 看一看镜子里 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理发师 你得有一些专业的动作 对吧 来让你的顾客感到放心 很多男生都有这样的体验 你在一个理发店里 待待两三个小时出来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只有这两边的饱和度 稍微低了那么一些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从这样的理发店出来 整个人自信很多 对吧 我再见到我女朋友 她说你什么感觉 我说贵 但贵贵的道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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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